大家好朋友晚安 今天好熱啊 雨也下的很大 其實今天最高溫是出現在士林 來到了37.1度 但是降雨特別的明顯 因為午後的關係 那明天來說呢 同樣也是吹偏南風 所以禮拜六到禮拜一 整個降雨的範圍 那你可以看到 大台北地區會比較明顯 再來就是各地的山區 其實都會出現午後雷震雨的 什麼時候雨是會比較緩呢 要等到下禮拜二 因為轉吹為西南風之後 整個水氣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降雨的地方 大概午後雷震雨 就是出現在山區跟西半部平地了 那天氣的部分 還要留意的是高溫資訊了 包括了是在台北市亮起橙色燈號 代表是有出現連續36度 另外苗栗彰化雲林台南 高雄還有花冬 也都是有36度的機會 值得聽重點要特別提醒了 明天同樣雨會下的很大 但是沒下雨的時候很熱 提醒大家要嚴防熱傷害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挺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載的新聞資訊 我們下載的新聞資訊